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上一集,我們利用各種智慧工具 在香港體驗了一段充滿二國風情的旅行 我們吃過飛機餐,去過日式按摩店 看過台積彩苦穿,又感受過英法的浪漫 雖然現在還未能飛機 不過走了,看了,當去了 旅行的感覺終於回來了 Omi,今天我們一早出發 因為我們的行程很緊密 準備一定要非常充足才行 沒錯,指南針,地圖,有,錯 這個地圖上有這麼多標記 代表甚麼 這個地圖是我特製的Wi-Fi地圖 上面的標記全都標示了 香港哪裡有免費的Wi-Fi提供 你又知道香港哪裡有免費的Wi-Fi提供 我也是靠這個應用程式去找的 不說真的不知道 原來香港這麼多地方有免費的Wi-Fi提供 連這麼刪卡的地方都有 豈止我還發現很多這些打卡熱點 都在這些Wi-Fi點附近 我們去完打卡就可以立即上網 真的嗎 那我們今天就跟著這些Wi-Fi熱點 去旅行 打開Wi-Fi地圖 就會發現原來免費的Wi-Fi熱點 是遍佈全港18區的 已經有超過4萬個熱點那麼多了 回頭,收到了…有Wi-Fi訊號了 那邊好像收得更好一點 過去看看 找到了 找到了,讓我嘗試能不能上網 我們第一站來到青魚幹線觀景台 位於青衣島鑊底灣 走上觀景台頂部 還可以360度欣賞青馬大橋 吸水門大橋和丁九橋全景 我看見你 妹頭,今天帶你來看最長的景點 最長? 沒錯 就是我身後的這條青馬大橋 它全長有2.16公里 是全球行車和鐵路相用的吊橋 它最長的 平時經過丁九橋或青馬大橋 都是充充地經過 沒想過原來中途站 是這麼美觀景台 而且原來有很多人來看這兩條橋 還有Wi-Fi給他們打卡 我見很多人拍照,馬上上網上 這裡還有一間鐵道模型店 和咖啡屋 展出很多不同特色的鐵道模型 看看那些火車,做工非常逼真 看完火車,又探了咖啡 是時候出發去對面岸 尋找打卡秘境 想不到沙灘都可以收到Wi-Fi 對 還收爆了,真的 這個隱世沙灘 面積雖然不算很大 不過隱藏了很多很有特色的打卡位 好像是這裡,對嗎 對,人們特意去找這個打卡位 很漂亮… 叮九橋 真的很漂亮 我幫你拍了 來… 加油 終於關掉了 正在等我吧 開心點的,給我一點活潑 很漂亮 接著我們去港島 找其中一個最高速的熱點 我對赤柱特別的回憶就是… 我覺得好像一個小時候的天堂 因為進來的路程比較遠 多數睡著覺 然後睜大眼就覺得自己去旅行 加上它有個大廣場 也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 所以每次來都很開心 赤柱也有很多特別的回憶 我印象中好像也很少跟普通朋友來 這個地方是挺浪漫的 加上遠一點 這個地方是車子,我們有一個萬物 這個地方是要被你管的 那就是加上一匹的 真的沒有問題 要不要再吃飯 Act 也很容易 我們叔叔也會去旅行 有很多餐廳 人家的最愛的大徑是甚麼 不知道,不然不是 什麽人家的大徑是嗎 我們就是怎麼想 如果還是像 你會去旅行 我會去旅行 每面有100個以上 這麼快?即是要馬上測試 你看,你馬上營業了 營業了,是嗎 營業了 Wi-Fi能否營業了 但我想再快點,先試試 先加入高速的Wi-Fi 對 然後就去那個應用程式 馬上看看它的速度 開始測試 很快 赤柱除了旅遊熱點 拍拖勝地之外 其實這裡擁有很多歷史古蹟 有不少,還超過100年以上 這裡真的很漂亮 原來美利樓有178年歷史 是由中蘭搬過來的 保留著維多利亞時期的色彩 它給我一種中西混合的建築風格 有西式的圓柱 遠一點看,就看到中式的金字瓦頂 的確很漂亮 在美利樓附近的北宮碼頭 原本是英國皇室御用的貴族碼頭 它的上蓋已經有超過100年歷史 另外,舊赤柱景柱 也有超過160年歷史 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警察建築物 舊赤柱油局 就是這裡 對,雖然這間油局沒有過100年歷史 但它也是現存香港的油局中 歷史最悠久的一間 我看它這裡還保留了 人手操作的郵票售賣機 還有這邊就是鐵造的郵箱 雖然它現在也沒得用 但放在這裡拍照、打卡也很棒 市區有Wi-Fi不出奇 我們去新界其中一個最偏僻的鄉村 對面已經是深圳 不知道這裡又能否收到Wi-Fi Omi,你說找個專家帶我們來看 甚麼智慧鄉村 你究竟懂得路嗎 我們在這裡走了很久 應該快到了,我剛才看 但現在收不到訊號,我也不肯定 這樣嗎?不如看看有沒有Wi-Fi 好 那邊看看 嗯 收到了,有Wi-Fi信號了 原來專家說在村公所等著我們 快點走吧 這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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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想不到樓浮山 這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都有Wi-Fi熱點 其實現在是否很多鄉村 都有Wi-Fi熱點 以前沒有的 自從我們推動智慧鄉郊之後 政府又非常好 就是幫助我們在鄉村做Wi-Fi 那麼這一間的村公所 就是頭一批的村公所 可以安裝到公眾的Wi-Fi的地方 之後還有一百條村 是等著去安裝的 其實這個主要的Wi-Fi服務 可以幫到村民甚麼呢 大家可以透過這些Wi-Fi 來做到一個所謂移戶區醫療 令到我們的村民 可以更加方便 來檢查到他們的身體 是 保持到健康 其實現在很多鄉郊或尼島 都缺乏醫療設施 很多居民長者 不論病情 都需要長途佛設 去看醫生或覆診 但現在開始有遙距醫療了 在偏遠的村公所 又或其他適合的地方 開始安排合適的病人 做遙距診症 連接城市的醫護 看醫生覆診就方便了很多 除了Wi-Fi服務之外 這個智慧鄉郊 接下來還會期望 利用這個科技可以怎樣幫助村民 有很多 其實很多是我們香港自己發明的科技 例如山火機客人 他會監察著山 哪裡一著火 一張桌子那麼大 他立刻報警 就叫人去救火 例如道路很多西塞的情況 如果有一些智慧交通燈 就可以令他不需要 經常對頭車有煞氣的機會出現 我們覺得回收也是一個重點 怎樣可以去智能回收 不僅是幫助村民 我們平時遊客來玩也方便很多 一定 在Wi-Fi地圖上 竟然讓我們發現了一個 集合了最高智慧的秘境 妹頭,這個地方 我預先申請了才可以帶你來 今天還邀請了一位 很特別的導賞員 很特別的導賞員? 是男生和女生 應該是男生 你好… 你說有個特別的導賞員? 就是他 機械人小博就是今天的導賞員 我叫小博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一定是靚仔或是靚女 哈哈 那你會做甚麼? 我可以接待大家 和介紹Smart Lab入院的試品 那就帶我們參觀吧 其實這裡是由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設立的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專門為政府各個部門 和資訊科技界 提供交流和配對的平台 創新實驗室 收集了政府部門的業務需求 還邀請了業界 提交技術方案和產品建議 再為合適的方案進行技術測試 可以加快引入業界的創新方案 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以及為業界創造更多商機 現在我們就參觀下部份 成功驗證的技術 虛擬實景,先試試吧 好 這個系統配合了融合實景 建築信息模擬 三圍地圖和動作感測 透過系統可以進行工業安全訓練 設計模擬、資訊分析等 非常有用 Omi 虛擬實景除了可以用來玩遊戲機 原來在促進智慧城市發展 都可以大派用場 還可以有這麼多人一起感受 真的,我們很少可以在這個角度 虎幸看整個香港 其實這樣看到道路規劃 幫助城市規劃也很好 對,即是用來玩也行 可以… 還有東西可以 這裡還有一棵裝有傳感器的模擬樹 用來示範樹木智能監測系統 當感應器監測到樹幹底部的傾斜度 超過臨界角度的時候 就會立即發訊號 提示管理人員採取適當的措施 其實創新實驗室裡的智慧產品 已經在政府部門 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應用 大家隨時見過,甚至正在使用 對於這次跟著WiFi旅行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我代入旅客旅行的時候 有時都會計算資料是否足夠 但如果有很多旅遊熱點 就很方便找到可能… 我去到附近玩 還有甚麼熱點可以去 就可以靠WiFi去找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原來香港的WiFi真是無處不在 即是像一些很偏僻的鄉村 竟然有WiFi熱點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以後就不用再擔心 收到…收不到吧 先等等 她也說想跟我們一起去旅行 對,約了她下次一起去旅遊 就是這樣吧 好 Omi,你好像喜歡看穿越劇 喜歡,現在疫情不能去旅行 看穿越劇就叫開心一下 我上次看的那一套… 等等… 你記得我們不是玩過 這個WiFi地道去旅行嗎 但這次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應用程式 在香港玩穿越 怎樣喜歡 其實我也沒玩過 但之前你又說約了朋友 我們一起玩 行了,她在拍攝車 待會跟我們玩 我們先玩著 好,好的 想玩穿越,不用時光機 用手機就可以了 就是這裡 城市景色,登錄的程式 好,我先找找 這個,她說要 對著她 對著她 對著她的腳刀 為甚麼空白畫面 這個就是以前那裡嗎 就是這個位置的古代 古代? 應該用古代這個字 為甚麼人懂得動 很害怕 這就是那幅牆 現在變成了玻璃牆 還有人力車 對 其實建築物整個都不同了 形形是一樣 但外表不同了很多 還可以有I字,即是甚麼 看資訊,是嗎 即是黃潤二經常在這裡 對 她一直移動的都會跟著 對,你試試移動 我會否變成我是古代人 沒有,沒有這個人 因為你還沒出生 但你看,這裡… 一半可以現代 可以看穿越 穿越… 你試試穿不穿越岛 你出現方了 你去吧… 我試試跳到旁邊 1… 1… 1…2…3 我現在在現代,是嗎 是 我跳到旁邊 沒有了,再見 再見 在中環總共有八個城市景色的AR時鐘 只要掃一掃 就可以體驗到360度歷史全景圖像 除了黑白照之外 不同景點還有其他畫風的設計 現在我們就來到中環另一個地標 看看當年是怎樣的樣子 在這裡 這裡 又有這個城市景色AR時鐘 好,馬上掃一掃 這邊很不同 看看發揮這邊 這些完全藍結 一樣 真的一圓 看燈全不同了 這邊呢 開始不同了 開始有點… 因為多了一個新的中環 看電車路 電車路是否在這裡 電車路是一樣的 在這裡 有電車路在動的 你看,其實有很多城市景色 附近還有一個 不如看看吧 找到 應該很接近 已經看到了 那裡 對 但那裡的景色… 對 這裡的景色應該差不多 已經有一個… 對,為何那裡要做一個 很大變化 原來很大分別 對 這次又變回黑白的年代 但這是甚麼 第一代大會堂 原來以前有個大會堂 很漂亮 很大 這邊整個都是海邊 但這樣就不見了一個立法會 原來它反映是1870年 即是更舊的香港 那裡我們看是1960年 立法會是相差的90年裡 所以現在這裡是還未有的 是 看不到 原來我們搭前兩步 真是海魚 小心點 穿越古今 不僅看到景物的變遷 同時也見證到科技的發達 好像在道路上 感受到自衛措施 令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快捷 省了不少時間 這樣就可以盡情去玩 很搖 對 你好… 你好… 我們找了整個中環 我也不見你 我也不想的 中環這段真的很難找位拍車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咪咪錶位 甚麼?現在科技發達 用入錶二已經可以輕鬆找到錶位 還可以搖它入錶 是,待會再嘗嘗 先別說太多了 我們出發到下一個景點 待會我們要過海 馬上用出行儀 看看哪條隧道 現在沒有塞車最快 西水,十多分鐘就到了 出發 這次我們利用出行儀的駕車模式 跟著指示走 很快便到達沾沙咀中樓 可兒,就是這裡了 我們玩完中環 過來這裡就是作為 我們第一站九龍區的城市景色 快點用程式掃一下 馬上反映以前沾沙咀碼頭的景況 還有一個單層巴士 以前的廣東道,你看看 我們先看看文化中心這裡 完全不同 中樓差不多了 你認得到是… 就像了 沾沙咀碼頭 碼頭呢?是否在這裡 是 碼頭也在這裡 但樣子就不同了 沒錯 這麼開心,我們先看看照片 好,在這裡也可以拍攝 還可以到1937年的年代 這麼厲害? 你給你示範一下 這裡有攝影的相機 即是按摩我們 看見我了 揮頭… 有三字妹的感覺 很特別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城市景色玩 想了解多一點 其實數一數就知道 不要說那麼多 帶你去下一站 好… 尖沙咀 總共有六個城市景色AR時鐘 大部分設置在梳士巴黎道一帶 見證著不同年代的尖沙咀 如何由小魚港演變成 現在這麼繁榮熱鬧的面貌 接著我們出發去油麻地 繼續尋找AR時鐘 感受當年的香港情懷 來到油麻地這裡 我想還是時候要找車位 我先在這個應用程式入錶宜 看到前方轉左 中方街有錶位 可宜,讓我這次幫你用這個應用程式入錶 這個應用程式入錶 我用程式入錶 然後加上有錶時 我用程式入錶 對應用程式入錶 有程式入錶 現在有4元 再用程式入錶 然後按確認給錢後 我們就可以到處逛逛 萬一我們30分鐘內 不及待會 也不用特意回來入錶 趕頭說命 對,因為我們可以用程式入錶 免費延續泊車時間 泊好車,立即就看到城市景色 好 又可以檢查一下 變化也很大 這間景柱 反而景柱真的沒有變過 對,連人也差不多 看著你和現在的身體 又是可以無縫行之斑 除了景柱外 很多其他建築物都已經重建了 對… 完全不同了 昔日游麻地位處沿海 天后古廟是重要的標誌之一 透過AR時鐘 我們就可以認識到 這個充滿地道香港風情 和文化特色的社區 那我們下一站去哪裡 我們回荃灣 回公司? 不是回公司 我們是去公司旁邊的智能停車場 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這裡是全香港首個戶外智能停車場 採用拼圖型泊車系統 載車板會以垂直升降 和左右橫移的方式 把車移動到合適的位置 很輕鬆便停車好 停車好,完成了 其實有了這個方法之後 就不用擔心沒有車位 因為以前在這裡上班 這兩個停車場都是很充滿的 所以如果找不到位置拍車 就很慘了 所以如果有這個方法的話 就不用擔心沒有位置 對 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有自己的空間一格 你不會掛別人的車 別人也不會掛我的車 而且充分發揮香港的精神 香港發展 對 善用空間 這次的旅行,我覺得自己聰明了很多 因為很多智慧工具幫到忙 譬如有時候拍車、找位置 我很快就知道哪裡有位置 省了我很多時間 而且找路不會走那麼多冤枉路 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 就是其實我們這次去的一些點 很多都是平時會經過的 只不過是沒有刻意去留意 但這次跟著這個應用程式 就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看到以前的面貌 又或者可以放慢腳步 感受身邊的事物 總長看看 我們的家庭 我們能不能做什麼 不活狂吧 然後我們請到liga 感谢观看